你不想跟網上的朋友交往 開始跟網上的朋友交往 因為這樣是最好的 有交往 譬如看書 你永遠沒有回應 首先網上世界 當然我覺得 他可能是真心交 一個年輕人 笑不更事 還是有心騙人 這些當然我沒有可能認識 不過我自己看網上 也會不停教人 投資必勝術 預測必勝術 又或者是 你怎樣可以由零投資至庫 那些事情 又是 如果你有社會經驗 你一聞就知道這些事情 是騙人的 究竟他是真心交 還是強行騙人 各樣都不理 總之效果就是 他在做一個小老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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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是有影響力 已經有影響力了 所以我這樣去插勾他 說插勾他 我完全是不需要有任何的 即是完全符合我自己的principles 另外就說回蕭若元 蕭若元之前就是我這樣說 他來我的頻道 強行禁了我兩個影片 即是不讓我說話 我亦都說過 算數 因為我看到他 這段時間好像心情不好 我就說 暫時有他 不過有些事情就叫做神推鬼傲 即是我們現在的網上朋友 時不時都會發一些東西給我看 發一些連結給我看 其實這些東西我一看了 我是掙扎了一陣子 即是覺得 有沒有什麼要說呢 但是我就馬上想起 蕭先生自己 他說這個 羅家瑞事件 爭產案事件的時候 他就說明 對方是公眾人物 有一定的公眾性 公眾有知情權 說這些是符合公義的 那我一想 我自己 那個牌頭寫著 justice integrity 各樣 那我就是 既然我自己 推介得這些principles 推崇得這些東西 那自己當然是第一個 新鮮事主要做 是不是 其實這些說真的 很多人應該都知道的 那也是 是existing的報道 我只是轉播 我就不會加人加噪的 即是是非的事情 留待大家自己分析 我只不過呢 又是 因為長篇大論的事情 我自己都不喜歡看 我就是 一步到位 講當中的關鍵在哪裡 這就是 茶杯周刊 都很多年前的 講科網那個年代的事 講回他們的舊事 那就是呢 就揭發他呢 說蕭若元呢 他們呢 就是 搞網巴 就吸一些小孩子 吸一些小孩子之後呢 就教他們玩重金術 中金術呢 就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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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銷 其實講到尾就是 你找下線 找下線的笨 其實就是一個point scheme 到最後呢 就是 只不過上線找下線 即是上面那頭 那幾個金字塔 頂部 那幾條人呢 就會找到錢 就找你下線的錢 下線的人呢 去到一個地方 他根本就找不到下線的 就會爆了 就是point scheme 就是這樣 那這些是borderline犯法 當然是 就是 你會出面呢 社會上聽到很多說 我們這種不是程銷來的 我們這種不同 不是以往 我們都叫做 social networking 或者 networking business 就是whatever fuck 就是總之呢 來來去去呢 都是point scheme 就是呢 根本你 你自己真的認真想清楚 只要那個business model 是需要你不停向下擴張的話 就是 有這份上線下線之分的話 某程度已經是 你不需要 就是他一定會有五光十色的包裝紙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是呢 我覺得呢 這些東西呢 是有需要說出來的 那 那另一件呢 比較有趣的事呢 就是他網巴爆了 就是科網爆了之後呢 他就想翻身了 那蕭若元呢 他就是有一件事 就是很有趣的 又是 另一方面去連日本遊戲生產商 就是世家集團 入股這個窗名 譯名為這個世家網絡亞洲 蕭若元又霸王硬上宮 開記者會說 會與世家合作 日本呢 世家呢 就即時發表聲明 否認同天網呢 有任何合作 令到蕭若元 即是他的伙伴 亦因此於蕭若元出了問題 又鬧回了 那樣子 就是蕭若元革勾 說與人們日本世家有合作 與天網有合作 那可能 可能啦 當然是古教會星啊 那類這些東西 是不是 那類各樣那些事 那 但人家的社交高層立即發表聲明 說沒有這件事 自己一雙情願而已 這些紀錄 最後就是 Youtube上也找到的 我會把連結放在我的描述上 詳情可以自己看 D100的Q爺梨執奮 曾經說過蕭若元投共 他是收了中共錢說話的 蕭若元最喜歡封殺言論自由的 但是如果有人說 人網是受共產黨資助的 這個是不能原諒的 他說中共對他的金主 朱太 就是黃金集團的朱太 施加壓力 因為他是政協 如果黃金集團繼續留在人網 就會影響到朋友 自己就無所謂 所以就不可以影響到朋友 所以變成 在形式上 就要把這個 Miradio 我不是真的好像標榜 言論自由和編輯自主 對不同意見的節目主持人 其實都經常有一些所謂 陰招去打壓 我覺得是很沒意思的 其實根本沒有尊重別人的言論自由 說真的就算我們搞賭東均仇 喂 大家可能不知道 蕭先生也見過曾慶紅 上去燈鎮 這個很正常的 你不做人網才這樣說 你不做人網才這樣說 你不做人網才說 那是蕭先生 那是蕭先生就沒計劃拍VD 但是如果有個人說 人網是受共產黨資助的 這個是不能原諒的 這個簡直是污辱人網 和人力的全部支持者 那跟我的經驗呢 就根本是一樣 我比蕭若元封殺言論自由 這些東西是一樣 就是說其實就是 不過我覺得他可能那個年代 科網 就是早了人網的年代 可能他就是在宣揚中共的一些理念 宣揚中共的一些agenda 那是否在收共產黨資助的 我都是按照別人的這樣說 蕭先生也算出名 阿Q爺 阿Q爺是這樣說的 不過我發現近這幾年 他說的話就非常之 簡直是完全黏著 Progressive Liberals的agenda來說 最近我就開始 不知道了 我就開始覺得 一時時 我開始覺得一時時 但是 顧問論點也好 這些就是蕭若元的過去 我也是套用蕭若元 他跟羅家瑞說的話 就是說如果羅家瑞 覺得有什麼說錯的 就麻煩發電話給他指證 指證他 我也這樣套用同一個說話 跟你說 蕭若元 如果你覺得我這些東西 已經是錯了 有問題的 你就又發電話給我 是不是 我不爭在了 順便說說劉德華 他說最近那些風波的事情 我就不說了 外面有很多的理論 告訴你 楊美洲 財不滅 自我空間 神不要你 劉德華 真的很適合香港精神 很配合香港精神 很貼切 我曾經說過香港精神是什麼呢 就是十六隻字 準時上班 買樓收租 恭喜發財 關人混事 這些就是香港人精神 而劉德華作為香港民間特首 就絕對是表表者 就是我們香港的精神領導 你自己問劉德華 出名在什麼 劉德華成功在哪裡 你說他拍戲演技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呢 苦心自問 他唱歌是不是真的好聽 有天分呢 苦心自問 他做生意是不是特別厲害呢 又不是 弄傷也虧了 他究竟在哪裡出眾呢 全部人都跟你說 他勤力 他夠專業精神 他產量高 一年拍三十幾套 出來 但是你有沒有發覺 其實看劉德華做戲也好 你看他唱歌也好 你看他現場演唱會也好 其實呢 他都是 你都是在看同一件事而已 你都是等於看日本水雀女優一樣的 其實他也是在拍攝寫真摘 其實他也是在拍攝寫真摘 他也是在拍攝寫真摘 即是無論你幾個時候 他也是在給招牌的那些 道別你身邊 我寂寞咒個本 其實他任何時間 都是在拍攝寫真摘 剩下的就是勤力 勤力 產量高 但是我告訴你 比如說外國那些明星 那些大明星 或者是那些大名導演 有時拍了一套好的產品之後 他十幾年都出產不到任何東西 因為他再沒有靈感 或者覺得做的東西 不能挑戰到他之前的作品 或者覺得出來的效果不夠 不如理想 他就寧願不做 就寧願莫濫 因為搞這些東西 某程度是藝術 那你就是希望以quality 行先的 是不是 那我就未聽過 別人搞藝術 要產量先行的 那劉德華正正就代表了這些 操制濫造 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專業 專業就是什麼 專業其實是什麼 你想清楚 專業就是打八號風球 或者是死人塌樓 或者是你老婆 你剛好戴了綠母 或者是死了老母 但是你第二天都要準時上班 而你上班的時候 也要發揮100%的工作表現 交足貨給你老闆 那就是專業精神 那就是劉德華精神 亦都是香港人精神 準時上班 買樓收租 恭喜發財 關人隱事 Exactly Exactly就是香港人最仰慕的 就是專業精神 就是死人塌樓 準時上班 我用筆記殺死軍盤 獨自去偷款 我未習慣這盤 倒別你身邊 我寂寞找個盤 我沒想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